請把我們的塑膠片轉過來朝向自己 魔術師示範如何把吸管變不見 台下學生現學現賣 立刻展現學習成果 我這紙的放進去 會看到這根吸管紙紙的立在裡面 可是當我這裡從橫的出去 卻看不到 這是因為跟它的折射有關係 利用折射原理形成視覺上的變化 學魔術要比上自然科學課還有趣 而且不只高年級的小朋友 全校學生也能提早體驗 可以讓一年級到五年級的小朋友 都有一天可以學習的機會 讓他們提早知道一下 將來他們六年級之後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魔術課程在等待他們 把學校特色課程規劃成遊藝會的方式 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課堂知識 有自然科老師利用程式設計和雷雕設備 教學生手作3D列印模型激發學生創意 我就發現小朋友在雷雕方面 他們是很有想像力的 然後手作能力也變強了 甚至有一些焊接什麼的 他們的能力都會變得比較強 甚至有的作品由大人來看 就覺得這個怎麼可能是小朋友做的 透過引導教學國小學生的作品 也讓人驚豔 太平國小利用校園學習資源 設計科技體驗 還讓小朋友認識各式職務 學做花草茶和落葉裝置藝術 特色課程變成是一個學習戰的概念 那我們來學習遊藝會的感覺 那我們把主題定在環境跟科技 迎接4月份的兒童節 太平國小捨棄過去園遊會的形式 改才體驗環境科學的遊藝會 讓小朋友寓教於樂 留下深刻印象 記者 初思明 太平保了